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安球迷的心 上半场第31分钟 安德烈西尔瓦在进区内接到队友传球 面对防守球员的干扰左闪就挪小角度射门 提球从门将手边钻进球王 为赛维利亚扩到比分 第46分钟赛维利亚开出角球 安德烈进区内墙点破门没开二度 几乎为球队锁定了胜局 下半场第79分钟 安德烈西尔瓦抓住门前混战机会再下一程 守秀级完成了帽子技法 闪要全场 安德烈西尔瓦凭借三个进球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全场最佳球员 胡斯科德网站则为他打出了9.4个全场最高分 根据数据统计 他全场过完成了6次射门 传球成功率83% 赢得了三次空中对抗 A.C.米兰球迷在社交网站痛心疾首地表示 守信帽子技法 有一天我们会为过早放弃了这个孩子感到后悔的 22岁的安德烈西尔瓦出生于博尔图青讯营 2015年进入一线队 两个赛季中代表博尔图出场 58次打入24球 2017年6月A.C.米兰以3800万欧元的价格与他签下一份5年合约 可同中还包含有2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当安德烈西尔瓦在米兰的第一个赛季表 现并不理想 各项赛事共出场40次打入10球 其中连赛出场24次 只取得了两个金球 甚至不如他在塞维利亚的第一场比赛进得多 今下安德烈西尔瓦入选了葡萄牙国家队 随得争扎俄罗斯世界杯 他在6月15日对阵西班牙的比赛第80分钟换下格德斯 完成世界杯首秀 但未能取得进球 8月11日塞维利亚俱乐部宣布从AC米兰租界倾向安德烈西尔瓦 可同中包含3500万欧元的买断小款 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孩子 认为他的比赛态度不够端正 无法兑现自己的天赋 或许是连番胜错击发了安德烈西尔瓦内心的斗志 本场比赛他如同换了一个人 积极参与比赛 最终以三个进球 献上了一份完美的手秀答卷 据统计 他是21世纪以来 守卫在西甲联赛中手秀技 完成帽子技法的球员 甚至连斯罗和梅西都未能实现这一壮举 22岁 他的未来还很长 或许球迷们还站在更多大赛场合看到他的身影 苏英草飞安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